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便希望我如成人一般 老师对我失望 我早已绝望 我只希望能多睡一会 这里头的词啊 绝望 失望 这都是抑郁的表现和症状 太累了 原因的如同成人一样 好 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青少年抑郁 我们来看整体状况啊 在中学生当中有抑郁症状的28.4% 这个研究统计了12到18年全国的37个研究 得到的数据 还有呢 在自杀的人群中 有45%到70人患有抑郁症 更麻烦的是青少年呢 他因为青春期情绪起伏波动 很容易做出冲动的事 他又自我意识爆棚 然后呢 他的这个心智呢 又不是很成熟 所以呢 这几个加一块啊 都是艰难的因素 还有一些表现呢 他可能会辍学 我不去学校了 等等等等 那这样呢 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 各个方面生活 有严重的影响 所以我们特别应该去关注他 好 我们根据 过去我们所讲过的四个抑郁症的生成的模型 来分析青少年抑郁的外部的原因 内部的原因 然后呢 我们可以去做预防 还可以去解除 然后呢 这四个模型当中 以前教的方法都可以用得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过度压力模型 家长给孩子的学业负担过重 而且呢 是育财观 就是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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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家之父母高空 他就跟那个惦记的狗一样 你惦记他 反正就是要狗听命令 听话 他就容易获得习的信心无助 就绝望 内部呢 这个是要求高 内部呢 心智不成熟 不知道怎么应对 很容易无助 所以呢 持续的 他是学习天天的事 持续的过度的压力 容易导致青少年抑郁 第二呢 从快乐和意义的模型来说 小孩的时间都给朋友占满 为什么呢 没时间玩乐 无法满足儿童的天性 小孩也没办法 无助吗 他也改变不了 当然也说我也没办法 是吧 怎么就没办法呢 当然有办法 好 第三个 小孩呢 忙于学习 就是学习 缺乏 与他人交往和沟通 就没有跟他人的连结 就没有与他人的连结 再加上青春就有自我中心 好 这样呢 他就很容易关注自己的消极情绪 关注自己就很容易 抑郁 我们讲自我他人模型的时候 我们讲自我他人模型的时候 同时呢 跟他人没有连结 父母都是管教的 那他不内心一片枯竭吗 从内卷的模型呢 被卷的厉害 外部驱动 让你学习考试 工业模式 那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管是西红柿还是胡萝卜 都按我南瓜的方式走 搞就完了 才无法做自己 所以这四个模型当中 你会发现啊 他都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所以青少年抑郁啊 我们要特别加以关注 而且青年是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 那我们之前讲到的 四个模型当中的 应对方法都管用 我讲了很多的方法 怎么来降开连结 有很多练习 怎么提升控制力 都管用 是吧 好 接着我们来谈 青少年抑郁啊 要引起重视 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从这四个模型来看 大家想一想看 像惦记的狗一样 大家想想 什么是儿童 怎么都无法改变的 是绝望的 你看小孩说这个话 反正不管说什么 我妈都不听我的 我说她干嘛呢 我就不说了 是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妈都要我干这个事 她就跟狗一样 不管我怎么样 逃脱不了电机的命运 好 这从过度压力 第二个 儿童的快乐在哪里 哎呀 我每天就觉得没意思 天天就是学习 大家很多人有感触 第三 她缺乏与她人的沟通啊 她怎么会去关心她人呢 她跟别人都没有感情 就没有交情 没有友谊 她哪来的人爱和感恩呢 没有这个的话 怎么来帮她应对人生的逆境呢 将来稍微一点什么挫折风雨 她就扛不下去了 这是从自我他人 第四呢 她有自由吗 是否有自由 这四个都 分都比较低 那就麻烦了 好 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别人家小孩没事呢 是吧 又没有 多大的事 但是她持续的 持续的 就好像 我们想想啊 这个监狱 进监狱的人 大部分都会抑郁 就美国的研究 她其实也就是 这个没有自由吗 但这当中 小孩其实很多时候啊 因为你过于的 去施加给学业上的什么 虎爸呀 狼妈呀 你虎你狼 那小孩就变成狗了吗 是吧 好 为什么别人家小孩没事呢 遗传 第二呢 儿童早期 经历不一样 给他打下的基础和韧性不一样 第三呢 有些人有易感性的因素等等等等 所以人跟人是不一样的 好 情绪问题内影 我看不出来 就我们家小孩 他什么都不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他心情怎么样 怎么办呢 是很难看出来 无法识别 但有几个指标 比如说 茶饭不思 当他茶饭不思的时候 排除他身体的问题 往往是心里头有心思 你要多加关注 第二呢 寝食难安 就睡不好 睡不好的话 也说明他是有心设的 这时候你要多关注 要不然平常 我们正常人 是吧 就是正常的睡觉嘛 还有不想去学校 他不说什么理由 他反正就是感觉不好 不想去学校 他用这个形式呢 可能来反抗他的某一些 无法具体反抗的东西 还有呢 沉默不语 反正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不说 跟平常不太一样 第五呢 用闲聊的方式 因为我们普通人闲聊啊 有的没的是吧 他 他 他无法闲聊和沟通 那这些指标 如果 有那么一条两条啊 就要多加关注 好 青少年抑郁呢 之前讲到的方法 那些方法呢 都可以用它上去 四个模型当中 那今后的几讲当中 我想从家长 怎么来对待他 包括呢 我们身边的老师们 怎么对待他 来谈一些 跟他最接近的 就是家长的一些 教育理念的 亲子沟通的 亲子关系的 一些观点 来让小孩解除抑郁 还有避免再进入到 抑郁的境地当中去 甚至避免复发 因为一个模式不变的话 他将来还会掉到 同一个坑里头去的 好 本讲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